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话说两百多年前 赖维侯、赖维姓、两兄弟 从广东长乐县东渡来台 冒着六死三流一回头的风险 历经好几代人的努力 才有了五胡赖家人友半庄头之说 那赖家又是如何努力与发迹的呢? 1785年 赖维侯、赖维姓、东渡来台 由通宵上岸 农耕的四五年 辗转到了厚隆 又从事出国谷物到中国的工作 七到八年 有了积蓄之后呢 沿着达纳巴西 从头湖、二湖、三湖、四湖 到五湖 看到一片清脆而曲水蜿蜒 长风俱气的好地方 就在这边买了七十几甲的地 定居至今繁衍的万余人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湾的浮尘池 那为什么这个区域有五湖赖绊之称呢? 现在我们可以有一项证据在这边 我们现在看 现在这个名路是 这个土地公的捐献名路 我们可以看到它发起人部分 它其实有六位 可是有五位是信赖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它一格一格里面当中呢 有全部几乎完全的信赖的 像这一格 跟这一格 六位通通信赖 崇达宫早年 徐武于北埔金广埔耿昊江家 于玄丰年间 仲氏武生 武胡人皆称为武秀才 其宅地建于同志年间 占地两千多坪 没有任何装饰 二进三合院 门不对称开 正门夹高三尺 门顶上为阶梯状 屋脊为马背平缓 正厅是封闭的 和左右两次间并不相同 运用过水门进入横屋 内层与走横屋的天井 至今仍是与安山岩铺设地面 左横屋目前遗留卵石 气墙基 白粉墙 与 偷角厨 在正厅两侧 各摆放着一块祭涌石 分别置于左右内横屋墙边 重量分为五十斤与百斤 历经风吹雨打 显示岁月痕迹 大厅前的屋檐下 留有一块木匾 刻有银树月三字 此匾是住在赖崇达宅地的赖室中心 担心木匾遭窃 只好搜存安放 另置一块木刻替代 正深的左边 空地上留有一座老石膜与老古井 具有古色古香风貌 也有香野传说 西湖赖家与苗栗谢家家族谢斗 连远在北埔的金广福江家 也派出湘涌共同抵御 怕饮水遭谢家下土 故于武秀才屋内挖井 于西元1935年 关刀山地震部分结构受损 目前所见就是重建后的规模 今年累月强身练习 崇达宫丝毫不敢松懈怠惰 在他的心中 永远有一股强烈的保家卫土的信念 支持着他造福乡礼 也因为习武构懂得齐皇之术 更让当时医疗资源不发达的年代 对崇达宫多了一份依赖 如邻里间有需要 崇达宫更是义不容辞 也因如此急功好义 故也获得当时新竹县知识 周志坎 感谢崇达宫治愈 正扁豪心庙手 尚称致灾先生 赖氏家庙是哥哥赖维侯家族 于西元1995年改建 尹川市弟是弟弟赖维姓家族 于西元1989年改建 都非古迹真是可惜 两边相聚只有10公尺 那为什么会建家庙呢? 子孙越来越多宗族人口增加的时候 宗族有赚到一些钱 有积蓄的时候 为了维续族人的象星力和凝聚率 才会建造家庙 木浪子 用国语的说法是无患子 用英语是Chinese saltberry 致命的意思可以想见 它就是中国香皂的一种草莓 它的果皮呢 还有皂素 用水抽锣会有泡沫 用于清洗 是古代主要的清洁剂之一 不含人工致癌物 会自然分解 也不会污染环境 那小孩子拿无患子呢 当玻璃珠丸 生人呢 把它做成佛珠或念珠 那相传用无患子制成的木棒 能够杀鬼 驱魔 因此 名叫无患 西湖流家古宅 前面占地宽广 后市群山延绵 前有西湖西横跨 中池奠迪之处 在堪渔学上属 里渔穴 亭外两侧渔池 为渔塞 正厅后侧 左右两口井 为渔墓 中池后方的三缸 为渔深 与渔尾 全方小溪 象征渔药龙门 十母 幼儿任拜 十母为义母 祈求透过十母 能帮助幼儿 顺利长大成人 祈求小孩 身体如实坚硬健康 换句话说 客家人的十母性质 类似于闽南人所奉赐的 亲娘妈 同样都是护幼幼儿的神明 这边是他们的沙奥 也就是说 在客家地区呢 小朋友呢 有时候不好养 那他们就会来 拜这个沙奥做干妈 让他身体像石头一样坚硬 能够好好的成长长大 那在沙奥旁边呢 有一棵 客家奥叫牛姑内的树 这牛姑内 国语叫卤花树 那这棵树呢 绝对超过百年 那它的特点呢 是在 它在 植物很小的时候呢 它 会有很长的刺 所以客家奥外区 它叫牛姑内 就是公牛的脚的意思 所以牛姑内是这个意思 像这个就是卤花树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刚才我们看的是 那个牛姑内的老树 那在它的树身呢 或树干上 你找不到任何一根刺 可是当它在小时候的时候 它的刺呢 有没有看到 它的刺呢 将近有 接近三公分长 所以客家人才会用牛姑内 来形容这种植物 那现在在我手上的呢 叫 抹草 那 假如用国语的话 是金剑草 就是客家避邪的植物 那 因为我们 因为现在是七月时间 所以我发现 在武秀才后方的 菜园里面的 抹草 被收成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还是有 捏 就是做艾草包的那个捏 在这边是还有的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 对客家人生活上有影响的一些植物 那我们通通叫做客家的民族植物 罗大佑唱《雅西亚的故儿》 听过吧 是在日据时代 因教育理念太尖锐 被贬义 掉到五湖分教场的铁血诗人 吴卓流的成名小说 开场景在云梯书院 就是四湖刘恩宽古宅的诗俗 是台湾文学经典的首席之作 回首成诗 连脚边的这块地 今年又要修根了 土地伦理要如何维持 如何对待土地 前人的开墾 一步一脚印斑斑雪泪 度过天灾中部关刀山大地震 绿军清朝日据民国的政权更迭 现今连西湖赖家 也缺乏那一份生活的踏实 人口老化 年轻外移 粮食的价格不振 宗族的维系不易 取取能让农村注入新的火水 能带领更多人 领略客家人文生活的美 其实宝林一开始说要拍纪录片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脚本写好了吗 他就说还没有耶 他就骗我跟叶欣翔说 那我们先去场刊好了 然后我就说好吧 结果我发现 他场刊完之后 其实我画面也不拍完了 于是他就跟我要影片 他就说因为他要看着那个影片写 脚本才有feu 然后我就说啊 反正他是第一次嘛 大家好玩就好了 这部纪录片呢 老实讲 开始策划的时候 都不知道 一进到教室说 你要拍纪录片喔 我说拍什么拍什么拍什么 我是被陷害的 不过 陷害当中自然有他的收获 我发现这样玩下来之后 反而把那个地图 玩得更深入更不一样 等于是他是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 把这边的 可以跟大家讲的文化跟历史 各家的文化跟精髓 都很 把它集结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相当 相当好玩的 所以要感谢保玲姐的错误 谢谢 哇 保玲姐 因为拍短片的关系 所以来西湖湘很多次 这条路线也走了很多次 那其实从一开始 没什么感触到现在 慢慢有感情了 那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 反而觉得 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那现在发现 其实人跟很多事情 都是可以培养感情的 包括土地 虽然他不会讲话 可是你可以体会他 你可以去认识他 我们欢迎大家过来这边 跟我们一起进行土地的体验之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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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